轻轻画两下 立刻引燃目屑 这把火刀外观像水果刀 握柄却藏了根打火棒 登山也吹石 靠它就能一次搞定 切菜和生活 穿在身上的背心也有巧思 背后有空间塞水袋 还有吸管延伸到正面 能一边背一边喝 另外这款太阳能板也是行动电源 容量2500毫安培小时 最大特点是标榜阴贴也能充电 我们会有发现一个趋势 其实我们夏天的部分 也是因为国内的运动风盛行 让我们的配件也卖得越来越好的 近几年台湾人爱往户外跑 让野外用品店 不再只有冬天卖保暖衣物才有业绩 夏天卖运动配件年销售量成长一倍 甚至夏装也有新设计 这款羊毛T恤 标榜材质轻薄透气 而且羊毛不易吸附味道 号称穿40天也不会发臭 换其衣物就能少带几件 白雪矮矮的富士山在不远处 不管是在山脚下践行 还是登上这座日本人的圣山 都很热门 过去两种行程 出团数都在各位数 今年数量却变三倍 更有越来越多旅行社 抢这块市场 因为爱登山的台湾人 已经开始搜寻海外看写目标 国人也开始寻求一些 希望在旅游景点的部分 是属于像是人间的秘境 或是大家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景点 不管国内国外 业者努力开发 人少风景美的秘境 吸引更多消费者 趁户外活动夯抢商机 TVB秀综合报道